又是一場急事雨 52.4萬劑自購的AZ疫苗 離大臺灣 下期到12月31號 立即展開檢驗封肩 至於施打計畫怎麼安排 指揮官透露似乎還有好消息 自購AZ當中 這已經是第五批到貨 總計已經241萬劑抵台 全球疫苗短缺的時刻更嫌珍貴 提升保護力就能一步步鬆綁 接種率超過9成的住宿型長照中心 在家屬因應期盼下 終於開放碳市 要提供三天內的快篩硬性證明 每次碳市在三人以下 並且落實預約和實練制 然而還有地區要證實緊閉大門 持續加強接種 季次人口比已經達到四成 就判疫苗早日到位擴大保護網 帶來新的水準 楊玲台北報導 中文字幕——YK